今天就想跟同學講4A第五課 Production Course 有四條題目 因為比較簡單 我就一次過講 2012 第二條 當然會考到問過很多 這裡就要問你 叫你講個定義 定義人物同學要記一記 就是講那個margin 講那個Variable Vector 越來越多 Fixed Vector 數量是不變 假設科技要數就不變 最遵NP 就會是下跌 這裡來講其實是用不到的 這些Data 就解釋不到的 原因就是這兩個都是Variable Vector 其實就已經解決完了 這條題目 只要你提出了定義 接著就講一下兩個都是Variable Vector 所以就用不到的 答案也是這樣 講了定義 不行 因為所有Variable Vector 就完成了 2016那條 今次就有Variable Vector 有Fixed Vector 又是叫你State Law 這些Data可不可以解釋到這個Law 今次就給了一個AP FH Output 其實你要把FH Output 變成Marginal Product 其實就必須要計算總數 計算總數 才可以變成NP 一定是AP 轉成TP 才可以轉成NP 那這個Law 那這個Law 也是 剛才也講過一次 那我這裡就不重複了 以上的Data 你就看看 那你就首先轉成TP TP 那麼呢 平均每個勞動力的產出 就將10乘1 就10 接著就算了 12乘2 就24 42 接著14乘4 接著就等於 4 1月4 56 5乘13 就等於 65 那那個NP TB呢 就 將 第一個 就 減回0 這樣 TB減 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 沒有的嘛 所以NP就10 那24-10 就會是14 18 接著14 接著就9 之前我們教授那裏 就是一個例子 那 就 解釋回NP 什麼時候下跌呢 當然這裡也有下跌的 不過你就說它 跌過一刻的位置 那樣 即是當勞力 有3升到4 NP就有18 跌到14 那 看一個答案 那 那 就 NP增加了 去3 4 那 NP就跌了 所以就用得到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題目 那 第三條 和第四條 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 不過 第三條 就是會考年代 第四條 就是DSE 第三條 就是問固定成本 和可變成本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就是 跟著 output變 跟著固定成本 就不變 而可變成本 就是output變 可變成本 都會變的 output增加 可變成本就增加 那 14年那條 就問可變成本 你看看 例子 假設說了定義 Expain your answer 即是怎樣 說定義 通常你都要給個例子 這裏說明要給例子 上面有沒有說 其實你都要給個例子 如果是一個汽車公司 汽車driver 跟著就自己開 自己有間 自己有個貨車 跟著接單 總之都是它變成 有一個運輸公司 那固定成本 很明顯 看個例子 就是一個Lori 的購買 Course 之前都提過同學 你要寫回 Price The Price of Lori 跟著你寫回 定義 那這裏說 就是你開車 就要有的 Oil Oil 當然 Oil 就原油 不過我想它不會 應該Petrolium 可能會好些 但我想未必會這樣收拾 你寫回Oil Price 那 而下面的例子 就說一間 即是買些手機配件 只是可變成本 那就會是一些Part-time 人工 或者是一個電費 它買得多些 就有機會會開長些 跟著就多些 不過最直接的Rober Cost 應該是它的 扣入的成本 是嗎 即是Course of Buying Purchasing Those Accessories 那它扣入的成本 一定是Variable Cost 那你買一件 多一件 賣出去 那你自然入一件Fall 那我們看看答案 那就 那個定義了 對嗎 Duelock Rary With Output Rary With Output 那就 就 Licent Free 那這裡它沒有寫個Course 其實那個Lorry 也有個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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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它不會收拾這個Petrolium 那 Depreation 折舊 那損耗了的成本 那 而下面的題 就 買入一些 那些 即是首飾 那些配件的成本 對嗎 那 Part time 那這裡就通常 我記住寫 Part time 因為Part time 一定是 可變的 即是你 那些 服務越多 賣出越多 自然的成本會越高 那 Rary With Output 那 留意呢 那 增加 那我這段片就講到這裡